2005年我妈被弄死以后 我待在家里大概有十来十二天 三四傍晚还待在家里十二天 在那十二天里面就老觉得很害怕 那很可能是我妈那些鬼 要把我从福建从家里赶出去 一直说这不是不应当久留的地方 然后来到了北京 大概过了半个月还是多久 反正记不清了 过了后来就有一天晚上 我半睡半醒的时候 快要睡着的时候 突然间听见我妈非常惨的声音 那个好可怕那个声音 但没有恐怖 就是听起来就说 好像她很惨很惨的样子 所以我后来 后来我就能听见 每一天都能听见我妈 还有其他鬼的声音 那因为这样 后来我就怀疑会不会 我妈在那个死亡 死亡以后 其实没有针死 只是打了什么针 然后没死 然后送进火葬场完以后 会不会被他们运到别的地方 然后再打针 让她苏醒过来 然后很可能折磨了将近一个月左右 她才死 不然她忘了 反正我听见这个声音 真的我就 我就这么想 我就感觉 好像是这样 不清楚 因为你的骨灰拿出来 谁知道那是谁的骨灰呢 是吧 然后 前一阵子不是中央是说 骨灰得拿去种树吗 那就说 提倡骨灰拿去种树嘛 就是好像骨灰放在那里 他们都很不放心哦 要骨灰拿去种树 我是很敏感的 我是 我疑心很大的这样子 那后来就 哪天大概都听见 都能听见鬼声音的 但是其中有两次 就是恐怖的是有两次 好像我妈是很怨对的那样子 很怨对 大概起码有两次嘛 那并且叫我 可能有两三次 叫我 叫我的话 他叫我小灵 没事的快睡 还没睡着的时候听见 然后我就都应他 我认得我妈声音嘛 然后我都应他 应他 然后我就完全醒过来 因为快睡着的时候 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 我认为是环巧明 只能是他 因为 他 他也是叫我小灵 他也听见 但是我不认识他的声音 他叫我小灵 我没有应 但我差也很可能 环巧明 这这种 那当然 他两个都是因为我 而死的 那当然有怨对的 能没有怨对吗 我去 2013年 我在医院 挂屏的时候 不是吗 因为我盯着那个护士 然后就不可能被他投毒了 不可能被他投毒 我就死不了 死不了的话 那可能女鬼 有一个女鬼 我在那挂屏 我就听见一个女鬼 很怨对的声音 那是说了什么 得去看一下 日记 日记里面有写的 反正他就说了什么 哎呀 那真的是很恐怖 反正我妈 那两三次那样子 叫我小灵 那个也是怨对 黄巧明叫我 那也是很恐怖的 还有就是听见那个女鬼 女鬼 他也是很怨对的声音 其他的听见鬼的声音 就很挺好的 没有恐怖 没有恐怖的感觉 就是 俄语 一般是俄语那样子 所以说 这地球上还真的有鬼 我就从那以后 我当然就相信鬼了 我之前 也不怎么相信 虽然也有一点点 但是 不大充分 哎 所以说 就是 按照那些鬼神的意思 就是说 福建不能待的 一直 待在福建 我就很害怕 很害怕 不知道 那个鬼一直 他会制造出恐怖气氛 他就是要把我 从福建 赶出去 这样子 然后 这个北京还能待多久呢 去年的时候 我 我因为我 自以为 我是零婚姻后胎的嘛 然后 去年大概 我 五十一周岁 我看见那个 百度里面说 零婚姻只活到五十一岁 哎 我就说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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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我以后不能待在北京呢 那 今年 我还待在北京呢 那 我又查了 哦 他死掉以后 在八宝山呢 他在八宝山待了多少年 待了好久了嘛 他待了半个世纪了 哎 我所谓是 我还是要看一片了